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可文哲上午出席杂学校活动和创办人苏杨志对谈,分享实验教育理念,对谈中他表示自己是走投无路才来当不需要专业的市长,但和三年前相比,他自认进步很多,是任度大幅提升,因此重点不在于过去学什么,而是能不能随着环境不断改变自己。 杂学校创新教育博览会上午在华山1914文创源区登场,台北市长可文哲出席,并与杂学校创办人苏杨志对谈,科校称,原本在台大医院当医生,混得好好的,但因为卷入国科会发票,艾滋器捐等案,面对谈和公务承接,又被调查局地检署调查,最后走投无路,因为当医生没什么其他专业, 只好去做最不需要专业的市长。 画风一转,科也自跨过去三年来进步很多,将以前学医学的技术心态和方法放到政治上,进步很快,现在和三年前的科文哲比差很多, 时任度大幅提升上高,所以他认为重点不是过去学过什么,而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,不断地改变自己。 会后接受媒体联访时,现场媒体追问科在对谈中说市长不需要专业,是不是口误,科对此重申,重点不是过去学什么,而是能不能随着需要去改变,这就是为什么市长会有不同专业的人来当。 科谈到,最近前总统李登辉说医生是带来临,但北市府医,及首长理工的占绝大多数,医学院跟土木系占掉一半,这蛮特别。 在整个台湾所有县市中,北市府医,及首长硬度最高,好处是效率很高,缺点就是很硬。 此外,针对昨天复教大演讲时,科在演说中指我没有去选总统,因为我们的人民素质还不够高,科表示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国民会选出怎样的总统。 跟欧美先进国家相比,就算不服气,台湾还是比较差。 他最近到花莲拜访慈寄正言法师,发现正言法师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比总统还大,深感应该要从政治的领导者变成文化的传导者。